桃園市選情整合成功了嗎 黨主席朱立倫在5個月中 突襲是徵召張善政來參選 讓早就表態的立委呂玉玲 還有立憑呂玉玲的議長邱毅盛 是相當的不滿 整個爭議延燒了3個月之後 在今天 3個人是首度公開同荒 出席了籃球3對3鬥牛比賽 展現出了大團結的氣勢 而民進黨參選人林志堅 隨後也趕到現場 但雙方似乎是刻意避開 沒有碰到面 議長邱毅盛先拉起 國民黨桃園獎參選人張善政的手 兩人緊緊握著 張善政也馬上牽起立委呂玉玲 三人高呼口號 這一幕讓藍營支持者等了好久 攜手發球給參賽選手 週日上午三人獻身 龍潭城市杯 籃球3對3鬥牛賽 也是自從5月中 黨主席朱立倫 宣布徵召張善政選桃園市長 引發地方強烈反彈之後 三人首度公開同框 釋放黨內和解訊號 國民黨在這三個候選人裡面 我們推出的張善政 張院長 他是最優秀的一位候選人 今天碰到是很自然的 我們團結拼聖選 整合逐漸逐漸一步一步到位 今天就是給大家一個最好的證明 強調整合沒問題 但就在展現大團結之際 十分鐘後 對手林智堅也來了 雖然沒頭進 但支持者依舊大聲歡呼 為林智堅打氣 藍綠參選人再度拼場 沒碰頭似乎刻意避開 單純就是想要給這些年輕朋友 一個鼓勵加油打氣 那請大家不用做太多的 政治的一個聯想 不放過週末時機 藍綠陣營搶公年輕選票 解讀市場楊佩宇不祥三團報道